今天晚上6點49分 在花蓮秀林鄉發生一起規模5點3的地震 這起地震的深度大約20公里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得到 在花蓮市區大概震度有達到4級 那整個北台灣 中台灣 其實都是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這個震動 那特別提到在新北市跟台北市 由於有一些高樓 那高樓在受到這個地震影響之後呢 它的搖晃會特別的顯著 所以我們研判接下來的3天內 大概會有規模4.5到5的地震 還是會出現